欢迎继续收听《豆破苍穹》第一天零三十五回 萧炎把小医仙递过来的解药丢到嘴里 他刚要说话呀 只见前方那些人群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之声 引起一阵阵的骚乱 萧炎微微摇头 看来是中毒了 这里的毒气本来就相当剧烈 实力不行的吸入一点就可能毙命 这些家伙呀 也算是尝到自大的恶果了 见到众人都服下了毕毒丹 萧炎轻声说道 走吧 旋即他再度加快速度 至于那些倒霉的家伙 他可没那种善心一个个的去救 既然他们忍不住心中的贪婪要来到这儿 那边就得对自己的下场负责 伴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周围的毒物也越来越浓 而周围传来的惨叫声也越来越凄惨 到的后来 还有着狂暴的斗气波动传出 想来是一种中毒的强者 被逼得丧失理智了吧 在萧炎一行人紧皱着眉头穿梭于毒物当中的时候 前方不远的地方突然猛然传了一道极其剧烈的斗气波动 感受着这种波动 萧炎的眉头猛得一挑 他放缓了速度 身形出现在地面上 望着地面上一具浑身发黑的尸体 在尸体的脸上还残留着恐惧和后悔 是个斗尊 萧炎轻叹了口气 这个倒霉的家伙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斗尊强者 但没想到 连这等实力的强者都受不了这里的毒账 萧炎面露沉吟之色 这里的毒账恐怕有些古怪 斗尊强者能够施展斗气 把身体包裹得远远失事 寻常的毒气根本奈何不得他们 小一仙也是一愣 旋起点点头 御守抓了一把面前那些毒气 直接把他们吸入体内 片刻之后 娇曲猛的一颤 脸颊变得相当难看 见到小一仙这般萧炎连忙问道 怎么了 的确有些古怪 这些 并不是毒账 而是毒虫 毒虫 消炎一愣 目光盯着面前那些毒账看了片刻 却没有发现半点毒虫的迹象 这些毒虫非常的小 小到肉眼都看不到他们 他们漂浮于森林里 那些人吸入体内 其实是这些数以亿计的微小的毒虫 你们体内恐怕也有这些东西 我体内 虽然 运有剧毒 他们一进入我体内 便是被我的毒气所毒死了 啊 听得这一话 消炎等人忍不住的倒吸了口凉气 浑身有种发麻的感觉 浑身发麻的一瞬间 消炎却反应极快 体内一伙猛然运转而起 最后席卷身体的每一处角落 而且那种高温 也直接渗透进入血脉 在消炎运转一伙焚烧自己的时候 他体内突然想起令人头皮发麻的 吱吱吱的密密麻麻的叫声 仿佛无数的毒虫都在一瞬间被 全都烧死了 消炎面色阴沉 这些该死的东西 他屈指一弹 一团团的黑色灰烬 便从指尖喷射出来 正是那些钻进他体内的毒虫的灰烬 屈掉自己身上的毒虫 消炎手掌迅速 缭绕上一伙 然后几掌拍在彩林 清林 以及那位克青长老的身上 高温顺着他们皮肤蔓延 最后他们几人体内啊 也都响起了一片吱吱的叫声 听得人心头泛寒 各位 都不要离开我 周身五丈的距离 这些毒虫 能够无视斗气护体 消炎的目光警惕地扫过四周 他张嘴一吐 一团紫褐色中带着苍白的一火 浮现于头顶上 一股恐怖的高温弥漫开来 刚好笼罩其周身五丈的距离 而在这种高温弥漫开来时 那毒丈 也如同受惊一般连连地后退 再也不敢踏足消炎 五丈之内了 光是这一层毒丈 就能够把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拦在外边 这蛮荒古欲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把毒丈清除 消炎松了口气 若非此次小一先察觉的话 恐怕他们体内的毒虫会越来越多 而当毒虫的数量达到一种恐怖的程度 那爆发出的毒性 就会令得他们这里的人死伤惨重 不过光是这样 可还拦不住我 消炎握了我拳头 目光火热地望着 谷欲深处 想必如今已经有着一些 具备着实力的强者 成功闯了进去 因此 他也必须加快速度了 菩提心 他这次可是要定了 毒丈弥漫的森林中 凄厉的惨叫声 依旧隔着老远 传荡开来 令得这片森林 处于一种极度阴森的氛围中 浓郁的毒丈之内 突然有着破风声响起 隐隐有火光浮现 而奇异的是 在那团火光出现的时候 周围那些毒丈 仿佛受到惊吓似的 居然自动地退缩开来 让出了一条空荡荡的 惊喜的道路 小一先望着前方 自动分裂而开的道路 微微一笑说 看来这些毒虫 对于异火还挺惧怕的呢 毒虫啊 大数阴寒 异火乃是治猎治阳之物 他们自然是怕了 硝烟回头看了一眼后 那数千人庞大的队伍 能够真正闯过这片诡异毒丈的 恐怕仅仅只有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蛮荒古剧 名不虚传啊 硝烟的心中再度叹了一声 这还只是外围 真不知道到了深处 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彩琳望着四周 比先前清晰一些的视线说 毒丈已经逐渐的有些稀薄了 看来我们快闯出去了 嗯 加快速度吧 这次闭关拖延了不少时间 想必中周一些大势力的人 恐怕已经进入了满黄谷域的中部了 消炎说完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就如同离弦的剑枝 猛然标射而出 在他的身后 几道身影如闪电般的根上 彩琳的感知并没有出错 伴随着一星人越发的深入 那周围的毒丈越来越稀薄 到的最后啊 毒丈终于彻射底底的消失了 冲出了毒丈 消炎几个人起身掠到一旁的巨石上 目光往前面一看 只见到 前面是一道足有百丈庞大的天剑 这天剑极深 其中毒气凌绕 令人看不到尽头 而目光抬起 在天剑之后是一片连绵不尽的山脉 这些山脉高达万人 如同一条条巨龙盘踞 一股古老的气息 自其中弥漫开来 那里才是真正的蛮荒蛊虑啊 望着那遥远的山脉 消炎轻吐出一口气来 眼中有些许的凝重 他能够隐隐间的感应到 在那片望不见尽头的古老山脉中 隐藏着一道道极其凶悍的气息 这些气息即便是消炎都觉得有些危险 在消炎的身旁 那名星云阁的客卿长老轻声看到 这里的凶兽与世隔绝 一直从远古传承而下 实力强悍的可怕呀 虽说因为太过暴力 导致情绪 智慧 比不上同等级的魔兽 但他们的爆发力 即便是魔兽都比不上啊 消炎点点头 手掌一握 一枚透着些许绿色的珠子 就出现在他的掌心里 正是那枚当初从菩提化体弦中 沉淀出来的菩提子 这门荒古域极其辽阔呀 想要在其中寻找出菩提古术的位置 可并不容易 而且这里凶兽数之不尽 若是胡闯 即便以他们的阵容 恐怕都凶多吉少 手掌握着菩提子 消炎眼眸微闭 细细感应着菩提子之内的动静 如此好一会儿之后 他方才缓缓睁开双眼 目光望向了西北的方向 这里或许离菩提古术太远了 我无法感觉到他确切的地点 但是从菩提子中 看出了一点信息回馈 大致是这个方向 走吧 收好了菩提子 消炎不作过多停留 脚尖一点巨石 身形如同大鹏一般 拔体而起 然后踏着虚空 对着天剑的另外一边 迅速另去 在他的后面 彩林小一仙等人紧随而上 数百丈的距离 看似辽阔 但以消炎等人的速度 不过眨眼间就出现在对面了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踏入那片天空的时候 地面上猛的响起几道售吼之声 寻起几道黑影 带着一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兴气 闪电般的对着半空中的消炎 扑杀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着彩林等人微惊 急忙出声提醒 小心 消炎脚步微微一顿 脸色没什么变化 绣袍一挥 一股恐怖的进风席卷开来 重重的轰击在几道黑影的身上 旋即在一阵阵乌烟声中 几道通体发飞 双眼血红的 暴行凶兽 从天空上掉轮下 彩林戴眉微醋的说 看来这片地域的凶兽不少啊 我们不能飞过去 不然的话 不仅会引起闯入这里的人的注意 还会引来那麻烦的凶兽呢 嗯 消炎也点了点头 这里的凶兽还没有多强 但是深入其中 那才是难对付的 因此消炎没有反对 当下就暗落下了身形 在消炎一行人落下地面的时候啊 后方突然传来几道破风声 旋即几道身影紧随而至 停于半空 目光警惕地看着消炎几人 消炎的目光也披了一眼几道身影 这几个人显然都达到斗尊层次的强者 让得消炎意外的是 这些人居然能够闯过那些毒障 走吧 消炎并没有把过多的金丝放在这些人身上 也同样没打算和他们交谈 同伴而行 这里的人目标都指向菩提古树 即便是合作 也不可能真正的联手 那种互相猜忌的团队 并不是交炎想要的 当下他一挥手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轻飘飘地 对着远处掠去 而彩林几个人呢 迅速跟上 那刚刚抵达这里的几道身影 见到消炎他们的举动眉头皱了皱 不过没什么其他的举动 他们能够察觉到消炎一行人的实力远比他们强 而消炎的举动 也是表明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牵扯 既然如此 他们只能换了个方向 继续赶路了 在古老的地狱中啊 悠长而充斥着暴力的兽孝之声 不断地在山脉中响起 一道凶悍的斗气匹炼 突然自森林中暴力而出 然后狠狠地轰击在一头体型硕大的凶兽身体上 匹炼上所蕴含的剧毒 几乎轻刻间就把那头凶兽生机 瞬间隔绝 后者的咆哮上还未传出喉咙就戛然而止 庞大的身体地动山摇 轰然倒地 在这头凶兽倒地的时候 几道身影缓缓缓从森林中走出来 正是那进入蛮荒谷欲的消炼一行人等 小一尖望着通体发黑的凶兽轻声说道 还好 这里的凶兽 抗毒性并没高到不可对付的地步 消炼的目光看了一眼远方 先休息一下吧 等清城长老探了回来 清城长老就是星云阁的克清长老 这一路而来啊 即便消炼他们特意避开了一些凶兽 但还是无法彻底避免这种战斗 小一仙盘坐在一边的石头上 这菩提古术的诱惑力太强了 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不会轻易放弃 更何况 那些大的势力呢 不过我们这一路而来 倒并没有遇见那些大势力的队伍 按照他们的实力以及速度 恐怕现在的进度 比我们要快上不少吧 消炼点了点头 不过呢 他也不着急 菩提古术这堂宝贝 如果那么容易到手 那就太辱墨他的名头了 即便这次动手的势力不少 但想接近菩提古术 那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事 在消炼心头沉吟间呢 破风声突然从前方传来 旋即一道苍老的人影出现在 消炼等人的面前 正是那先去探路的清城长老 见到清城长老回来了 消炼抬头问道 清城长老 怎么样 前面倒没有什么太过危险的地方 不过 我遇到一支队伍 我暗中观察了一下 应该是 天明宗的人 什么 天明宗的人 修炼的眉头一皱 没想到进入古狱中 第一个遇到的事里竟是他极为不感冒的天明宗 他和天明宗矛盾不小 这要是见了面 恐怕少不了一些摩擦呀 我暗中探测的时候 听到一些他们的对话 哦 在他们前方不远 似乎还有一个势力的队伍 他们正打算偷偷的将后者解决掉 不用管他们 狗咬狗一嘴猫 我们继续走我们的吧 消炼摇了头 这些家伙呀 果然是不安生 连这种时候都在想着如何害人 不过他刚要起身 突然问了一句 哎 前面那个势力是哪方的呀 呃 好像是花踪的吧 花踪 消炼站起身子 眼神瞬间凝固了 花踪既然来了 不知道云云 在不在其中 如果在 这次倒是没法袖手旁观了 这些混账东西 见到脸色突然沉下来的消炼 清诚长老迟疑了一下问道 烧客主 你打算 动手 宰了天明东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 书中之旅 下集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